在新年里要出门的朋友要留意了 从今天开始使用30年的第一代身份证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接下来所有涉及到身份证的业务都只认可二代身份证 昨天深圳火车站的始发客流为6万人 比平日的5万人略有增加 记者了解到元旦深圳开往汉口、宜昌东、西安等方向的车票已经全部售完 在深圳火车站售票大厅 多数市民都是使用二代身份证进行购票 考虑到深圳不少外来工还没有办法在元旦期间回家补办证件 深圳铁路部门也给予了一定的政策缓冲期 在几天之内一代身份证依然可以购票进站 深圳机场昨天迎来了航空出行客流高峰 进出港客流达到8万人次左右 居民一代身份证今天开始停止使用 公安部门提醒少数还没有换取二代身份证的市民 可以办理有效期三个月的临时身份证过渡 今天开始包括乘机、银行、金融、户证等 一代身份证全部无效 连续备用转发了4个月的专门